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 他可能从美术史自身的角度来梳理了 他可能从历史前卫主义 新前卫主义 到最后的艺术介入的一种现象来讲 他可能更探讨的是从艺术本体语言的角度来看 所以这个计划对我来讲 我更多的可能是从一种艺术本体的角度在进入的 在理解 在认识当代艺术今天的可能性 和日常和大众的可能性 当然这一点呢 因为里面的很多案例 我相信因为它确实是在一个社区当中发生 而且就在那儿发生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可供大家有些触动的东西 那么其实我首先要讲这个项目的一个基本的缘起 那么缘起呢 就是一个是当代艺术本身 只有在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之后呢 它才会对一种开放性 对于边界的拷问 对于开放性的认知 艺术和大众的关系 这一点才成为一个显学 才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那么在以前的现代主义阶段 甚至在古典主义阶段 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个艺术是一个精英阶层的艺术 我们叫做精英艺术 尤其是古典主义时期 那么包括现代主义对形式本身的 形式语言终极的一种研究和推进 它都是一个精英的方式 所以当代艺术不仅命名艺术的概念 而且一直最重要的是试图消解艺术和生活的一种界限 第二个缘起呢 就是从我 当时这个项目是2012年开始的 其实当时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中国当代艺术曾经在上一个十年 曾经被炒得很猛 也炒得很火 那么这种市场性在08年之后断崖式的结束之后呢 其实不管是艺术界 收藏界 评论界 包括艺术家本人 都在探讨一个话题 因为谈到中国当代艺术 大家都会说 不过是西方的所有的艺术的历程 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程 在中国大陆在90年代到世纪初 整个的演练了一遍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们暂且不说它 为什么呢 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去打仗 假如我们面临的是对面的敌人 纷纷扰扰地往上冲的时候 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是一个战士 他要干嘛 最重要的是拿起武器打对敌人 这个敌人是谁 其实就是文化的针对性 就是文化此时此刻的情景 那么打退敌人是最重要的 我不会关心我拿起来的是一个大刀 还是一长矛 还是一马克兰机枪 还是什么什么样 谁有效水 哪个是要最重要 但是一旦你完成了文化的阶段性的使命之后 一定得审视我什么样的武器 或者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我面临的艺术和现实的问题 更有自己的逻辑 有自己的一种硬结和特点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追问就会出现两个东西 一个是在 就是在中国当中它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一个是复古 认为只要是古典的符号 我借用符号本身就可以获得某种中国性的当然的一个执照 这个是很可疑的 这一点对我来讲 尤其在于文化的传统性上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可能下面再讲 所以我觉得近半个 因为中国大陆近半个世纪被人为斩断的那个历史文化 注定了重建所谓的中国性的危险性 为什么危险 因为它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产美传统 我拿符号 我拿某种道具 某种水墨纸张 于是我中国了 或者这种东西往往会变成一种客舟求见的一种行为 这是我的一种理解 那么今天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呢 中国当代艺术三者缺一不可 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点三三三 百分之三三点三三 百分之三三 没有哪一个 你要如果过分地侧重它 一定会落入某个圈套 那么第三个源起 从中国的社会状况出发 那么大家都知道 中国大陆这几十年的强力的那个城市化进程 其实把所有的很多的 我们可以在物质化的遗产形态 社会形态和物质形态 包括人际关系 已经被瓦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农业社会的手工日常 是否能获得某种传统精神的记忆 这是我一个预设和推论 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什么呢 一个正位的问题 怎么叫正位呢 就是它根本不存在这个话题 也许这样的传 这种记忆 这种手工 它会和传统有关系吗 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一个想法而已 但是我要去做 我要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哪怕是假的 它都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们中国果然说 理事求诸也 也许这个时候 真是求诸也的一个时候 那还有一个线索呢 就是来自民国的乡村建设 这种历史的延续 那么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其实它面临的 当时面临的一些话题 和社会语境 和今天在本质上 没有更大的改变 没有改变 甚至因为中国实行的城乡分治的这种政策方式的话 实际上把某些东西还比三十年代还厉害 所以这个面临着一个乡村建设 就如何关爱乡村的一种人文热情 所以在这个一个线索的技术上呢 我们在一二年的与川美的艺术家 就是在杨登镇 这杨登镇在哪呢 杨登镇应该是在 大家看的地图的关系可以看到 上面那个就是在 其实是黄色的区域 可能大家不太熟悉 现在中国大陆新的那个 审计划分当中 四川和重庆是两个独立的行政区域 所以那个我们看到 原有的灰色的那个四川的区域 和黄色的那个是 就是重庆的区域 然后它和贵州 绿色的那个部分交界的地方 再看下面一个图呢 它就是重庆和中央之间 差不多的位置 至于怎么 可能大家第一个问题 你们怎么会找到那儿去 其实我觉得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其实生活就是 它有时候就是一种相遇或者偶然 到那儿去有极大的偶然性 在这里呢 先没有个不表 但这个地方后来去了之后 发现它暗合了很多东西 第一这个地方 它属于什么呢 童子县 贵州童子县 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它是什么 但是大家说 我这里才说一个叫 夜郎自大这个成语 大家就知道吧 童子县就是夜郎县 就是当年夜郎国的所在地 93年的时候 曾经童子县 还通过一个动议 希望能把童子县改成夜郎县 后来遭到很多老人的反对 说这是一个夜郎自大 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为什么要改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呢 所以它其实 这个夜郎 我们可以讲 由此可以看见 它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那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地方 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文化 离这个阳灯县不远的 阳灯县不远的 一个夜郎镇 还有旁边有一个太白镇 就是李太白 扁到夜郎的时候 在那建立的太白书院 所以它有一个若有若无的传承 但是我很怀疑这种传承的原因 后面再讲 因为这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传承 在现实的土壤和生活的日常当中 早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就像我们今天要在长安 西安去找大明公一样 你除了找到一块地基 什么也没有 好 这个地方呢 它在路径上有特点 就是什么呢 它离重庆150公里 这个距离如果是高速度 是非常近的 但是它有一段路 是非常非常之糟糕 所以它带来了 其实它保持了某种原生的状态 但同时呢 又不至于和我们 就是说四川美院的艺术家 隔得太远 你想想 如果我们去一趟 都要坐飞机五个小时 这种可行性会变得很小很小 除了热情之外 这个很多现实的东西 必须是考量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 它的位置上特别有意思 我们去干什么 真的不知道 那一二年的时候 只是有一种冲动 我们要去做一点事 做什么事呢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事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不做什么事 所以我们先把不做的事列出来 我们不会去做的 不是采风 我们不会去采风 开拍照片啊 大家交流交流啊 写写报道啊 不是这个东西 也不是体验生活 我去感受一下农民的生活 我不是我创作会有什么样 作品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不是 也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乡村建设 我们不是社会学家 乡村建设说老实话 是政府做的事 我们干嘛 我们要找到什么一个角度呢 第四 也不是文化工艺艺术慈善 我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 我要去带给你们什么 你们应该拥有一种新的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可能 这种是在文化态度上是很可疑的 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文化慈善和公益 第四 最后一个就是根本不预设目标和计划 不要预设 所有的预设都是你的经验系统里面的 你所有的计划都来自于你的体系 和你已经知道的体系 正因为我们要探索一个 自己不太明白的体系 你所有的目标和计划都是白大 是12年的拍的一张照片 那是冬天的那个下面那条 镇子就这样的 这是去年夏天去的时候拍的一张 这看起来还行啊 但是那假象 他要看的是这样 我形容这个镇是什么呢 就除了一条河 什么也没有 照片看起来很欺骗性的 你看大山绿水 阳光 河岸 好梦幻 好有那种乡村感 好有归宿感 你到了那儿 你其实很绝望 我们大概 我们20天前才从那儿 不到吧 十几天前才从那儿 又回来一次 其实后来有个定义在讨论 每天晚上讨论的时候 我们甚至把它定义为绝望之地 是不是太悲观了 但是我想要说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阵 我们要提出这个原因 要把我们所有的波西米亚的情节 小资的情节 把所有的浪漫主义的东西 抒情主义的东西 全部踩在脚下 你必须直面这种实实在在的 刻骨的 甚至让你极其难受的现实 因为在这里面 所有的东西 不会让你所受的教育背景 感受到丝毫的所谓的美感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经常出现的右边 它那个镇上要挖煤 它只有这点资源 这煤挖到现在那里 你看那个挫车 在狭窄的街道上挫车 这还是不赶长天的状况 赶长天什么的 全不是人 也是这样的大车 你看着都觉得惊心动魄 但是这惊心动魄 在那就是日常 每天发生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统计 我们可以从这个统计 不知道能看清楚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镇是非常小 一千二百米 但是它五脏俱全 该有的都有 然后里面很有意思的 稍微分析一下 衣食住行 就是吃和穿 做这个生意的一定是最多的 占到了一半以上 当然棺材店也有一家 没问题 这个也是生死大事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通讯器材 有十几家 卖手机 这个是完全 我看一下 我忘记是多少家 这个是超过了 就是住和鞋和穿的这个概念 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一二年去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其实当时就像我前面谈到的 其实想寻找某种手工 是否有一种 传统的日常的记忆在里边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找了五个木匠 这五个木匠呢 和我们五个艺术家一一成对 原则是这样的 为什么找到这些木匠 其实这些木匠早已不做木工了 为什么 失业了 因为这个区域本来是一个非常林业资源 非常丰富的区域 就是在五十年前据说还有老虎的 就那个山林是非常非常茂盛的 这个山林带来的最大的特点呢 其实就是木工嘛 木材嘛 所以木工的他们在那时候 是非常有尊严的一个职业 排着队 请你叫我家做家具 我好久好厌伺候 每天的工资不能少 特别有尊严感 但后来那个板式家具来了 塑料家具来了 然后在那儿就觉得这个又便宜又好看 他们必须改行 所以他们干嘛呢 他们就在这个 架架电线啊 打杂工去了 但是对这个职业的某种 记忆和自豪感 使他们一直有一种 想回来做一做的愿望 所以我们当时请他们回来的时候 这五个人都是 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是一种工作形式 就是说五个组 这五个组呢 你做什么呢 不是艺术家说了算 也不是木工师傅做了算 是你们两个人聊 你们觉得你们两个人可以做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他也认可 你也认可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建立的一个 我们只规定游戏的规则 什么结果我们不管 但规则很重要 就是说在一个平等的 相互尊重的 相互理解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把我们理解的艺术 和他们理解的家具和这东西 怎么能做出来 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个呢是开始是 开始是有一定难度的 难度在哪呢 这些其实木匠师傅已经习惯了一种日常 就是我做的 第一一定是有用的 其实这个概念还挺有意思 我们后来反思想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你告诉我怎么做 他已经习惯了 或者你给我画个图纸 或者你告诉我做个什么东西 或者怎么做 当那艺术家还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你告诉我吧 他懵了 他觉得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一个小孩 他在父母旁边的时候 永远都想 我晚上想多晚回来 就多晚回来 该多快乐 有一天突然告诉你 随便怎么去玩都可以的时候 他站在大街上 不知道去哪玩 他一样的 师傅也这样 起码有三天时间 大家都在聊天 因为他无法进入一种 自主地做一个东西的状态 这个是他生活中的经验 没有的 后来我们就在 大家开会聊天 艺术家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说 这样一定万事有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呢 一定要从一个 他熟悉的点 或者位置开始 或者记忆 好 李师傅 就很好玩了 这个我们看左边那张图 这个师傅也七十岁了 他身体很好 然后那个艺术家杨红就问他 他说 那个 郭师傅 你想做一个什么呢 他突然想了一下 其实我 他说 我这辈子做的家具不少 我倒很想把我 所有做过的都再做一遍 其实他的 他这个时候 他的想法出来 再做一遍 然后艺术家就跟他 行 那我们这样 我们把你所做的家具 都做一遍 我只提两个要求 你看能不能做到 这就是 你就把我当雇主吧 他先 第一 这些家具 都比你真实的尺寸小一半 第二 所有的家具 都要想办法连起来 这个呢 是在他熟悉的领域 但是同时又给他了一种新的 从来没有接触的一种规则和可能 他于是很认真的对待这个事 开始 艺术家会帮助他 怎么接 有这个板凳和这个床 怎么一个方式连接起来 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完全自己 主意大得很累 根本自己就做了 结果做出来挺好玩的 我们后面会看 这是我们完了之后 在那里做的一个展览 这也是一个 一个女艺术家 在那个 和他那一组 木匠师傅就聊 也说 你最喜欢做什么 你最擅长做什么 那木匠师傅想了半天 我觉得我可能做柜子很在行 那行 我们就做一个柜子 但这个柜子呢 要按照我的尺度来做 就是这个尺度呢 就是我能做进去 个子大的人做不进去 那师傅挺有意思的一想 看你是不是给自己做一个轿子 把自己架出去 陪架子架一个箱子 可以这么理解 好 于是这个事就开始了 做后来也挺好玩 这个位置呢 就是正好是他可以坐进去的 然后他的所有的抽屉呢 都是都没有抽屉把手 都是挖进去的 可以这样的东西 后来临时那个师傅挺好玩 就是在那个现场 我们要展览的时候 他我加了四个轮子 这四个轮子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滚动的 小孩特别喜欢玩的一个 一个我们叫参与 他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家具也吧 是一个木座也吧 这个就是那个前面谈到的那个师傅 他干嘛呢 他把自己做过的东西都连起来 最后那个椅子悬空的那个板凳 是他自己完全创造的 他现在兴趣很大 他想把他自己 这个还不够用 我们当时结束的时候 只坐到这儿 他我还想继续连下去 我们很期待 他连到最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效果 这个是我和一个师傅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你近距离观察乡村木工 他挺有意思的 他不是我们 他们对那个虎子 就是说虎头的那个应用超出你的想象 基本上做雕塑都知道 他要做大写 那个虎子非常的在他手里 那个灵活的程度啊 可以 基本上可以替代 我怎么讲呢 做到很深入的程度 不然我说 我们随便做一个什么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不要用那个抱子 也不要推抱 也不用锯子 只能用虎头 这哥们挺厉害 这东西全是用虎头砍出来的 就根本没有用我们所说的锯子 这都没用 然后左边的那个 大家看那张图 下面那个旧一点的那个凳子是我们在 这名的家里 这个挺有意思的 来来来 卖给我们吧 十块钱 不敢 二十块钱 阿姨是不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干脆买一个凳子给你换吧 那是可以的 因为对他来讲 这是有用的 你给我拿走 我没法做了 所以我买了一个更便宜的凳子 给他换过来 换过来之后呢 这个师傅就说 我拿虎子可以做一个 上面那个就是 他拿虎头 直接临摹的 甚至到了每一个上面 一些刻痕 他都能做到这 拿虎子就做到这个程度 真的超出我的想象 这一组的师傅也挺逗 这师傅是什么呢 那个运输家问他 你最喜欢干吗 那我都可以 想了半天说 我最早当木工 是因为我学了孤筒 就大家孤筒 就筒一块一块孤筒 那他请问我们就孤筒吗 他就这样孤筒 其实孤筒是讲究一些细节的 比如他有很多口诀 这个斜度是多少 但是每一块是多少块 他可以用这个口诀 但是过了之后就不行 艺术家跟他设置了很多难度 比如说 我们在场的所有师傅和 艺术家加起来 年龄做一个分段 比如说47岁的 我们就是47公分 这个长度变了 他的筒的那个口诀也变了 但是他很有趣 他清清有味地 把这个每个人的年龄的筒 做出来 画了他很多功夫 然后后来这些筒 变成了各种灯具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直接用当地的白木 做了一个塑料凳子 当这个凳子出来之后呢 其实给人的感受非常强烈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又和 突然想到一个花鸡的 那个凳子的感觉 这么一个连加 哎呀我们就像那样的 凳子在那 它会呈现出这么样的质感 这个是一个没想到的 这个是神来之笔 这个是一个叫 郭开宏的师傅 到后面他突然说了一句 到后面我们项目要结束了 叫老师 我可不可以 创作一件作品 我可以啊太好了 他 我说你要做一个什么呢 他说 我要做一个敌人 哎这个词一出来 就让我懵了一下 我怎么没想到 做一个好人呢 这好人该怎么做呢 这敌人他太清楚 他心里太清楚 什么叫敌人 后来他就做了 这么一个米箱 这个米箱是什么呢 就是里面一个 悬空的一个投降的人 这敌人一定是投降的 他的概念挺有意思 然后那个把手是一把一把枪 你看看那个枪 支着那开柜子的时候 那枪反过来 就可以支着开棍 然后关上的时候 就把那个关下了 然后下面装米 那个敌人是悬空的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他们的非常 就是在另外一个系统里面的 对我们来讲 非常具有想象力的部分 好 这是和哭懂的师傅 做的很多像茶 那种 就是喝茶的那种 旁边还要 那个空的干嘛呢 总茶树的 这茶树肯定是不能在这 但你可以想象 我是那一直 粘下来的这些 但其实这个茶树 那么可能 这是一个挺好玩的干 这也很好玩 这一组的那个师傅说 我这位置做的最好的 就是做棺材 那就出卧吧 那挺胜人的 我们说这个棺材 做的挺胜人的 我们就算再小一点 我们学到三分之一 然后就棺材做了三分之一 就重起来 就变成了 右边那个 就像一个多宝盒 然后这个多宝盒挺有 挺好玩什么呢 你从正面看 它是下面大 上面小 从侧面看 是下面小 上面大 而且在 我们知道台湾这个 现在情况怎么样 在中国的一些乡村的 基层的官员 特别喜欢弄一个棺材 放在自己的桌子上 叫深棺发财 棺材 就棺和财是连在一块 棺材是一个体 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寓语 这个是一个例子 然后左边呢 那个棺材的侧面 我们从来没这么看 然后那个师傅和那个艺术家觉得 这就是一雷锋嘛 雷锋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中国大陆在六十年代 树立的一个典型 这个典型是什么呢 就是做好事 他生下来就是为做好事生的 他不做别的 只做好事 所以这个雷锋 然后觉得这个侧面 从来没觉得棺材的侧面 跟雷锋这么像 就放了一个 无缘的无缘 空版的雷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到了后期的时候 那个所有的师傅的 那个状态也打开了 他们自己做了 也开始了 比如说这个结巴 这个方的结巴不是自然的 每个结巴都抠下来 都安上去的 所以他会觉得 怎么这个地方 这么多结巴 但是结巴本身成了一个 挺有意思的 一个美感的一个意思 然后那边的一个凳子 是什么呢 这个整体的面 是一个整面 然后就像一条夸心的虫 他们觉得这个既可以做 也挺好玩 那么这个是 在那段时间就是 每天晚上讨论 和他们甚至跟他们 放了很多的 就是投影片 就是关于木头的东西 什么 这是他们那个 镇上的一个展览 只有一天 邀请他们镇上的官员 各路木匠 大家都来看看 聊一聊 这个呢 这个完成之后 一直在持续 这几个木匠 也成了我们在 杨登这个叫做 艺术活作社里面 最中间的成员 到现在都是经常 我们下去 我们都要好好地 喝一台聊一台的 然后工作也开始展开 那么后来呢 我就以时间线索为例 这个是1912年 2012年 1912年 2012年 完了之后呢 那个 这老板不靠谱 那老板一看 喝这么多人来 我才租给你 这么厂地 挣点钱 涨一点吧 涨了多少呢 160块钱 但涨的也不多 心里很烦呢 一天天 你们打电话 涨价 租金 特讨厌 我们就看到路边 有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 挺完整的 挺不一样的 它是怎么样呢 它很干净 孤零零的在那 对 当然是一条房子 有有有 你自己看 有有有 太烦了 所以这个 我们说 当时贴了一纸条 我们说 他是不是要租啊 我们刚才租下来 做我们合作社的 那个 柜子吧 然后一看 我不租 我只卖 卖 我在这买房子干嘛呢 走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想着 为什么又不呢 其实很多的可能性 都是你从来没想 生活告诉你的 那又问他多少钱 他说他要 我现在想想 13还是12万人民币 连房子带连亩地 我说这个东西 便宜是够便宜 我们来干嘛呢 后来找了一个 我们一个学生是 艺术家是当地的 就说 这样吧 我们出去办钱 你出去办钱 以后这房子就归你了 我们现在先用 就回来想 十万块钱 就给他买了 买了两亩地 带这个 带这个 这一栋房子 这个时候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和这个地方的关系不一样了 你不是一个过客 你好像 我也是这办个主人 地主 地主会是披露的 不要说地主 主人 当人家做主的主人 后来 这个后来有一些事 就我们觉得 所有的日常 其实你只要 给他一个角度 他都可以是地主 买卖本身 你走一圈 你该知道 你看这些土地震 手印 这什么呢 我才发现 周围我们 是没有资格 在那个地方买土地 买房子的 就是农村用地 只能在农村 不可之间流转 这个城乡分支的 这个特点太强烈了 然后这个东西 在买卖过程当中呢 不需要任何的公正 也不需要任何的 政府的手续 要村里的几个 当事人 德高望重的 按手印就OK 他们的手印就是法律 所以当时 其实你会发现 这种民间的契约 居然在这里含有 这真的让我 让我太意外了 所以在之后呢 我们就想 当时甚至有一个想法 我们想把这个 这个土地震的 所有的内容 全部刻到 我们的外墙的砖上 还有包括 等等等等很多 这想法太多了 在那儿 但后来我们就说 最基本的 来了 就是要拜访一下司灵 我们要给司灵 一个交代 走走人妇 我们就走人妇 也做了一个记号 我们就把照片 拿一个最显移 在当地的 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板子 然后把那照片 打印出来像 一片一片的 就像一个小人紧 就像不紧一样的 我们说就端着这个走吧 让他们看看 其实他们一看就很 你跟他说哪个房子 他不知道 一看这个 这谁谁谁谁 他知道 然后我们说 你希望我们 来干些什么 他说你们是干什么呢 我说我们是 你说艺术太大 我说我们是画画的 那你给我们画画画啊 那可以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想法 去写在那个板子上 现在我们也留着 就是作为一个 就是走人妇的一个形式 就是和由此 以这种 找到这种日常的 蒙古形式感 去和他们获得一个 准确的沟通 这个呢 我觉得是要 简单 要再跟大家聊一聊 叫静 当时买下这块地之后呢 旁边 大家看一下 这个静景的绿色的部分 那一块土地是谁的 那是一个村长的 那个村叫苦炼村 正下面有村吗 村长就说 你买了 我没问题 我也按了手印了 但我要提一个要求 为什么你们 你们那间 房子后面的那个核桃树 它长得太茂盛了 它长过界了 我们的土地的界长过去了 让我的下面阴影 就是阴影嘛 我的收成不好 你们要把那个树子砍一砍 不能让它过界 这个问题 要求不过分 也是 也是可以的 但是 我们说我们的砍法 可能就跟你不太一样了 它你们要怎么砍 我们就认认真真地跟你砍 然后 这就是十几天前 我们才真正开始弄 因为这棵核桃树有 三十米岛 差不多 二十米岛 从下面 它用架管一层次上来 我们就 掉屯 发线 就是你界线在哪儿 我们从下面 挨着给你修到上面 修一个平面 这是 撤掉架管之后 村长很高兴 那个村长很高兴 哎呀你们不要这么破费吗 这么认真 我们就要这么认真 我们每年都要修一次 不论让他的这个 枝枝叶叶叶过你的界 然后他 在坚持下去之后 这个平面 就会在这个镇里面 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存在 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 只是我们花了太多功夫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非常喜欢这个 做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艺术家 我要刻意去赋予某种 艺术品某种形式 这是生活赋予我们 生活的形式感 生活本身就存在形式感 只是你把它找出来显形而已 这是典型的生活的形式感 那我们每年这个冬天 都会搭架子修剪的整整齐齐 这个肯定和法国的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放弃三公斤的修剪 很一样 因为那边都是野生的 好了 后来我们在那个现场会发现 其实你所有的艺术活动 在这个现场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不是你做一个在这个叫美术馆 他不知道什么叫美术馆 他只知道画画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现场里面 最生动的部分是什么 肝肠 这个是日常生活 最有形式化仪式感的东西 所有的人 四相八礼的多远的人 都在这一天 把他的东西拿来 卖一卖 看一看 吃一吃 聊一聊 我们觉得 如果我们要做什么展览 一定在这个现场 所以我们后来就 根据这个赶场计划 每个人就做了一个 相对来做一个提发案 做作品 这个作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在赶场时候展出 它就是赶场的部分 那么当时我做了一个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当时是旧碗罐 旧碗罐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在当时那个 在这样的一个乡村日常 所有的人的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就是摩托车 这摩托车呢 走三路没问题 当然危险性也非常大 然后我们第一次的一个木匠师傅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做的时候 12年的时候 他背着他所有的铺盖 所有的枕头 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他说我只能住在这个现场 因为我那个地方太远 当时然后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镇里面 其实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外了 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建筑工具的现场 明天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突然我就想 我是不是能做一个流动的 一个家的概念 首先把那个碗罐改了 改到什么呢 它能放向这个摩托车 它放在那里 首先把这个结构解决掉 然后呢 做了几个关系 几个中间这个堂屋 这个堂屋干嘛呢 堂屋就是要祭祀 共同或者有一个 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你要对待它的地方 然后两边有碗块 有小小的堂屋的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呢 设计来一个 打开之后呢 可以是桌子 也可以是床 这就是 可以在那喝酒 一个小小电视 我的设想就是 当它背着这个柜子 到了一个 势必空空的夜的房间 它都能够什么 可以喝喝小酒 可以看看电视 然后睡觉 都能吃饭 都没问题 关键是 它一定要放在摩托的背上 一定那个 机车的背上 一定能运走 这是一个游动的 旅行的 这个时候 其实很 很得意的样子 到厂里面去了 然后 围观者慎重 我标了一个价 800块人民币 我补充一下 等一下 可能教师 他们那里的赶场 就是我们这边的赶集 赶市集 也就是在乡村里面 可能到了周末 那周末就会有 假日市集啊 我们这里的可能农夫市集啊 这一类的东西 那在他们那里呢 可能卖 不只卖菜 卖 反正什么都卖 就是 不卖人 除了人 对对 除了人 其他什么都卖 因为那可能是生活里面 交换物件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他们提了这个计划的时候呢 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够把自己跟跟你说木匠也好 或者是当当地的工艺师手工的工艺师合作的东西是能够运到市场上而且能够标价最好能够卖出去 如果能够卖出去呢可能艺术家就成功了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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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所以我补充一下赶场其实就是那个赶市集的那个概念 这个赶市集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他后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艺术是不是独立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 其实艺术和生活之间我们说我们要到美术馆来看艺术看作品 那么他其实有一个简牌子预设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日常和艺术没太大关系 艺术在哪呢在艺术应该有个场所 其实如果艺术是一个框一个框生活是一个框 我们就想把艺术和生活这个框都编在一块就是他没有一个界限 所以他实现的形式卖出去这就是应用道理 但很失败我真的没卖出去 他们问了很多觉得还是贵了 而且是一个旧的网罐如果是新的就卖出去了 可以试睡 他们刚才试一下是不是结不结实 但这个就很成功 这个艺术家就说我就卖钱 我就把那个人民币一元两元两元五元十元一百元 我拿玻璃装框 然后装框的时候卖一元卖两元就翻倍吧 这个挺逗的 那个镇上的人说你是不是假钱了 你说假钱才这样卖吗 不是绝对不是我们保证假一赔十 然后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挂在家里会招财清宝啊 生意会不会大发啊 你开玩笑的人民币保证你啊 他想对啊这事啊 但是大家都很怀疑都还是围着那看 问了很久一上午 终于两个买主出现了 一个是一个小孩他觉得太好玩了 他找他妈要了四块钱买了一个两块 另外一个大家看见右边那个犬子 那个犬子到我们一摆摊的时候 他就在那炫一炫了一上午 就那个走过去走过来看一看 走过去走过来又看一看 但就不出手 那最后即使要玩了我们准备收摊的时候 他下手了买了一个十块 然后当地人说这是我们镇上的算命先生 挺有意思的 你在发现啊 他在一个这样一个现场 真正对没有功力 好玩有好奇心有想象力的人 两种算命先生 小孩 普通人往往被功力使用我拿来干什么 他是觉得真的吸引他 但这之后生意好得不得了 他的那个艺术家全卖 全卖上来就卖了 所有的钱全卖完了 只有一百块都卖不出去 他们觉得风险太大了 万一是那个假钱 但是卖的最好就是五块两块五块两块 这个艺术家他的一个感激的计划 就是以旧换新 你有很多旧的不用的东西 你可以在我那儿换 换什么呢 就是我把你这个东西 一个是修好 但是怎么修 你不要管 规则是这样的 怎么修 这种艺术家说了算 但是不要你的钱 如果修好之后呢 你喜欢你就拿走 你要给钱 你看这个 你觉得他值多少就值多少 如果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了 你也不用给钱 就叫以旧换新 也是一些小孩最先来 这个做一些记录 你要干嘛干嘛干嘛 最后来一个一个大婶拿了一个它的那个就是提壶 那个壶啊 已经坏了 然后艺术家把它改成一个果盘 拿着提壶 哎呀我觉得这多好玩 挺好 但那个大婶不高兴 我不喜欢这个 我喜欢你们那个刻的鸟 送你那个鸟吧 这个就我们一直留着 这是一个餐馆老板 他我这桌子烂了 你帮我修修 没问题 那修好了之后 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刷 刷成一个颜色 新一点 我不行就这样 你要要要不要就还给我 想办法你还拿走 后来那个还查了一个 这是一个艺术家搞的 他说你们都在 就我来点虚的 我找艺人 艺人这个词儿 那个在台湾 其实我们可能专职 就是从事演艺啊 文学这个 那么在大陆呢 在这个乡镇里面 他艺人有特别的含义 艺人有点类似于通甲的话 类似于 求同存艺的艺 就那个艺人 他艺人就是说 特艺工的 对对对 就是你跟大家不一样 你是一个艺人 就说明你跟大家不一样 所以在那边 他找艺人 其实舔艺师 就是他的那个艺 运见人士的艺 就你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当然艺术家 肯定跟大家不一样 但还有不一样的人 比如说算明先生 他说我就要找这样的人 我要跟他们来做点事 还真找到一个 这哥们名字挺金庸的 一听就大侠令狐昌鱼 真的这个人 令狐 姓令狐 少了太少了 个昌鱼 然后他是 就是按台湾的说法 是一个素人艺术家 从来没有 所谓受过专业的教育 但是他就喜欢画 而且他画的来源 来源于各种小儿书 字言片语 或者看很多东西 自己还提字 自己的心情 这今天上班怎么样 画一枚女提个字 然后就把它那里 卷轴 那个卷轴是竹竿的 竹竿的 我说这太棒了 真的画得太好了 没看到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那个合作社 那个大楼一旦修好 第一个展览就做你的 真的 来给你出明星片 一定要出的 然后后来他在 他自己的那个 叫大楼叫QQ空间 就相当于那是Facebook 在里面 能耐的社群网站上面 他就贴了 他很多的 还有很多 他也有意思的 就是日常的 他对他生活的一种表达和心情 这个艺人是我们一部分 这个是我在想 这个是一个小故事 这小故事是带来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在这个现场里面去寻找某个很特别的 很打动我的 很让我眼睛一亮的东西 他才可能是艺术 这个我讲一个小故事 这是其中一个艺术家 他因为在那个现场就永远只要骑摩托 我们的交通全部是那个机车 在那往返 结果有一天 机车被追尾了 就是撞了 被撞了 被后面的一个摩托车撞了 撞了之后呢 搞的好大事 本来当地没什么事 五十块钱 十块钱就解决的事 但我们那个艺术家 就拿了一个 觉得这太有意思了 拿了一个 因为来路 这一路当地的公安就很紧张了 你们干嘛呢 证件拿出来 就把我们弄到那个公安局去 省了两三个小时 最后确实没什么人出来 这个艺术家就觉得 这种经验对他来讲 他需要寻找某个形式来释放 在路边 我们在就是我们住的路边 到那个工作场地 一直有一辆摩托车躺在那 我们说这怎么回事 在那样的一个贫穷的乡镇 所有的摩托车躺在那 可能一周以后 全部就各种零件都被拿走了 他是为什么完整地躺在那 躺了这么久 然后那个 我们一个巫匠师傅说 这是春节才出的一个事 那个太吓人了 那个摩托车 一个魅力没的车 把这些人一样 黏死之后 心脏都出来 蹦蹦蹦地跳 这一说他挺圣人 他说当地人都觉得很圣人 圣到这个程度 就没人敢去动他了 我们的艺术家说 我不怕 我就把那个车 是没人吗 没人真没人要 他就把那个车推回来 把那个车 所有坏了的部分 用木头把它修复了 包括坐垫 包括灯 包括脚踏 修复了 他觉得 我自己的形式 修复了一辆摩托车 而且这个摩托车 一样可以开走 它动力系统 游入系统都是完好的 其实他是希望在一个生活的日常 和物体上面寻找某种 我们称之为审美体验的东西 它不是外在于或者独立于我们的生活体系 这个呢 反正都很好玩 跟大家讲的都是很好玩的 这些好玩都是故事 我们在杨登镇的时候 那个镇上的高级中学的校长 知道我们是美术学院的 他说 焦老师 你看我们这小孩也没见过什么艺术 我们那中学学生挺可怜的 我们想做雕塑吧 雕塑又特别贵 你做一个雕塑多贵啊 一二十万 那个我们根本没这个钱 你们能不能有 不用的雕塑送我们一个 我当时我们愣了一下 它这个概念挺好啊 不用的雕塑 那雕塑用 什么是雕塑的用 什么是雕塑的不用 那哪些是叫做不用的雕塑 我一想我还真有不少不用的雕塑 就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什么呢 就比如说艺术家做了一个模具 然后翻成玻璃缸或者石膏之后呢 他要去筑铜或者是断铜 或者做白 就是我们说 那个不屑钢 那这个东西就没用了 真没用了就放在哪 刚才我说中学放什么呢 中学总不能放一些什么革命人物啊 这太逗了吧 你看这几个 好像挺靠谱的 但不知道这四个人是谁 到处打听 还是我们系上一个老师做的 龙虹 龙老师 我龙虹 这一天你做的什么东西 哎 他妈的 一个 一个 哪个 哪个地方做的 做的活儿 做的 有用吗 没用没用 给我吧 给你 我这次做的四个人是谁呢 四个文学家 我也不太清楚了 然后就一查 四个文学家 海宁威 哥德 佛罗拜 肖伯纳 四个文学家 行行行 文学挺好 文学好 就给 就拿 就运到了那个 他们阳明中学 中学那个校长呢 站在那看 哎 焦老师啊 这个文学家 好是好 但是没有学理科的呀 要有两个科学家就好了 哎 这个想法挺大的 对呀 为什么又不能有呢 但是我们哪去找呢 算了算了 我们就把这两个体像的改了吧 就把 弗罗拜和肖伯纳 改成了 加利略和刘顿 张老师说 那个张校长说 行 你们说了算就算了 对不对 谁认识这几个外国人呢 你们说算就像了 对呀 我们说是就是 马上就像那样改 其实后面有 当时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指路为马 我们称之为 它后面有很多的 文化的语境在里面 还有某种 就是说 艺术和命名的关系在里面 谁说这几个就一定是 肖伯纳或者什么呢 其实是不断的阐释和误读 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和校长一起 我们就可以命名它 在一个背景下 它就是艺术 挺好 这柯维加在那里 等一下 这个真的得证明一下 那你们有没有 就是把他的面貌 有没有按照 你看到的肖伯纳给改了 一点没动 那你们不教坏了孩子呗 教坏了什么呢 就是 你刚才讲 他叫小伯纳 还是重要的 还是重要的是 有文科也有理科 这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这个呢 本来也是很 很取责的一个故事 就在这 不太讲 因为时间原因 我看一下时间 因为后面很多内容 还行 大家看那上面 我和一个 另外一个镇的镇长吃饭 我当时的冲动是什么呢 我应该全程录下 他在吃饭时的说话 我觉得他的想象力 他的不顾一切的 绝望的想象力 艺术家算什么呀 我下来以后就有机会 给大家讲 我当时觉得这个 我真的被震 就有时候我觉得 我经常在国内的一些展览的研讨会上 我会说一句话 就是说今天 中国大陆现实所呈现的某种想象力 已经远远超出艺术家 艺术家想去走不到那 你看看网站上面那些标题 吓死你 这几个民工 以跳楼的方式来讨战 就站一台 你询问艺术家 你到底能这么牛逼吗 做不了 他不可能 这是另外一个镇上的 做了母亲 当地艺人 我们觉得挺好 做得真好 不是说我们做得才真好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 做一个很有意思的架式 原型换回来 我们说已就换新 我们给你再做一个 母亲的头像 做得像学院派一样的 好的 你看我们做了一个小岚 给他看 不 我就觉得这个好 我们真的没换过来 这个是后面的就是 叫红豆花美术馆 我们借美术馆 这个可能和我们的社区 有更大的关系了 这是杨登这个星辰 我们看到的 这个镇的变化不得了 这个镇的变化是一种 你不能期待 你无法预料的 一种中国政治至上而下的 巨大的那种 那种发动力 所以有一些 我们参与的一些艺术家 有些成员 有些做社会调查的 他会觉得 他本能的看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很反感 他怎么能修这样的 和城市一样的 钢筋水泥的东西呢 为什么不能保留 他原始的一种状态 或者原有的状态呢 原初的状态呢 其实我非常不赞同 他这个观点 我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里面 有一个伦理的问题 对于当地人来讲 他觉得这样 是我靠近我梦想的 城市的 文明的 生活的 台阶和模式 你为什么剥夺我 这种模式 让我住在以前的房间 连我连一点梦想都没有 你是希望 我以回到我原初的方式 满足你对所谓 文明原初的想象 这是一个伦理问题 不是艺术问题 还有今天 如果我们要本着一种 更大宏观的态度上讲的话 其实所有在这个土地上 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评判它 它太强大了 强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你简单的 说它对与不对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好的选择是 跟着它走 永远跟着它走 它会怎么样 你就怎么样 我这次就用一句话 我们经常 我们的中国革命史会教育我们 以前问邓小贤 长征的时候 你在干嘛呢 就是被国军打得到处跑的时候 跟着走 跟着 然后七八年前干嘛呢 登到 等着 就是等 他就这辈子在七八年前 他曾经做两件事跟着走和等着 其实我们在这儿也制作一件事跟着走 然后他不断的 他也有房地产开发了 然后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书父的一个店 非常小的门店 卖豆花 只有 云业的桌子只有两张 后面就是他的一个 你看后面那个部分 就是他住家 就是后面是住的 前面是他的 林业场所 然后我们说 他说 我们说我们在里面做个展览吧 他好啊好啊 没问题 但是做什么样的展览 其实是 你就做了一个考虑 是不是我们把一个画 或者我们一个雕塑 或什么样 我们称之为艺术品的东西 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展览呢 其实不是 因为他和这个镇 和这个社会 和这个乡村 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们当时讨论之后 提出了一个 基本的原则 就是一定是与 豆花馆的日常营业 水乳交融 既要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又能使镇上的人们感受到 生活的意外和惊奇 挂画或者简单的陈列 是不可取的 警惕一种居高临下的借铁 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什么是艺术 错了 其实他们的艺术好得很 所以我们的方案就是 将原本存在于 豆花馆中的四张桌子 重新制作桌面 保留着桌腿 在桌面上雕刻 相振日常生活用品 烟筷子 喂碟 和摩托车的钥匙 交给 是不是造成营业 在日常生活中 被人们忽略 发现 开心 磨双 半年后 制作新的作品 放回这个 经过时间包浆的作品 头都有很多意外的 待会儿再讲 这是下集 其他 我们要做的是 粉刷墙壁 不要动作最低的 用不锈钢的锅盖 制作一个灯盘改善照片 面前卖自己的 按正常的方式 制作宏斗花 美术馆的招牌 请正常的专业人士 120块钱一天写这儿 抄写前沿 158张贴海报 挂上作品检验 用拍立得相机 现场拍摄的照片 然后开馆 就是赶长那天 前十位顾客免费 但需接受 简单的问他和拍照 然后逢是签订 一个展览协议 这就是一些制作的过程 就是整块的 我们是用 做整块的后木板 然后把它整个地雕下去 就这个烟 是和这个木头 是一整体的 也是拿得下来的 这中间的一个位别 筷子 当时在做这个筷子的时候 我们就与艺术家 提出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 那个筷子头要冒出去一点呢 这是我们艺术常有的思维 这一点 这个筷子才像筷子 它特别有意思 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人说 你冒出这一点 过不了多久 最先断掉的就是这一点 生活会做出他自己的选择 果然如此 当过了半个月 这个筷子 这就是钥匙 这是钥匙 放两把钥匙 这是制作的 做完了之后 就下面保留 上面这个样子 然后直接放到他那个 打印的 就是和那个 冯师傅的合作协议 他其实是违背了合作协议的 后来我们看 海报 海报很简单 开这些红豆花美术馆 美术馆不重要 关键是 我们问镇上的人 我们贴海报 那些镇上的人说 哎 你们是干什么呀 我们说美术馆 美术馆 红豆花 哦 麦豆花是哦 他就明白了 麦豆花的地方 挺好 其实美术馆不重要 麦豆花更重要 所以当时拍立得相机的现场 我们拍了 马上就贴在现场的部分 这个烟是很多人觉得 哎呦老板太好了 新碗豆花还送一支抽烟 抽 这个拿 被欺骗了 包括我们一些 贴了一些 就是关于这个作品的 简单的产式 让他们知道 就是在这个日常当中 很好 中午过后呢 所有的豆花都卖完了 老板很高兴 咱俩很成功 结束之后 关键这个事呢 就完了之后呢 旁边对面一个西炳屋 就眼红啊 就说来来来 干嘛不跟我们做一个 西炳屋美术馆呢 我也要做啊 好好好 但是这个我们要不去开学了 我们那个 那个换架的时候再过来 帮你一起做一个 西炳屋美术馆 后来下来之后 西炳屋 那个老板很年轻 叫冯大强 就是吃火锅最右边那种 他其实这个馆 他准备转让了 他说也挣不了什么钱 一天挺辛苦的 但是那个 好玩吧 我们先玩一玩 反正我也 我也不损失什么 对 他不损失什么 他只提了几个要求 就说我这个一定要养起 因为我们这个街上都是卖包子啊 卖馒头的 只有我是卖蛋糕的 卖蛋糕 卖蛋糕一定要养起 养起啊 这个就从这个角度去弄嘛 你看他在后面就自己 卖的最好的就是生日蛋糕 这个成了一个乡村的 真的是 就正常就是我要 谁要过生日一定要买生日蛋糕 这是他最好的整个产品 我们就跟他做了一个西炳屋美术馆 他提了很多要求 关于这个招牌 他我的蛋糕不是很鲜艳啊 这个还没有我以前的那个招牌 蛋糕还鲜艳一点 可是我说你们镇上的打印 就这个水平啊 我不在这打印 害得我们还回到重庆去 一定要满足胆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一种 大家平等的各取所需 我们叫 那么这个 我们的一个最后十字的方案 就是选择二十步 表现欧洲城市和自然风光的古典油画 做成册子 它不是照片 是古典油画 每一位定做生日蛋糕的顾客 可以在店内免费拍照 人数自定 可以是一个人 也可以是全家人 可以选择一张他喜欢的风景画 通过我们的电脑合成 装框后送给他 然后顾客需要说出 选择这幅画的原因和理由 店内粉刷一面墙 逐步挂满整面墙壁 供大家参观 时间三个月 那么选择了一些 在古典油画里面 比如说就是摩斯科红厂啊 福尼斯啊等等等等的 做了一个画册 让他去选择 好 每个买蛋糕的人 一家人都可以拍照 这墙我们就 这面墙做了一个 很美术馆色彩的一个墙壁 一个土红色的墙壁 给他合成一个 客栏风车的照片 很高兴小孩 买蛋糕的 就选了这些 小孩都是他父母选的 你就是当时买蛋糕才能够照相对吧 没有买蛋糕呢就不能够照相 结果大家为了拍照呢 每一个人呢都生日了 每天都在生日 就为了要跟这个蛋糕店的 就是去欧洲 欧洲一日游 欧洲一日游 去拍照 逐步就是把他这面 他其实也是很小的店 就把这面墙慢慢挂得很满 然后其实很多人 买不买蛋糕都会在那看 都会来看一下 这些谁 这些张老三 他还在这 他在这李老吴 他成为一个当地人 觉得特别有信息量很大的地方 当然顺便买买蛋糕 那后来呢我们在那 既然是美术馆 美术馆不能只做一个展览呢 就像我们当代馆 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活动啊那些 我们也得做活动啊 我们就来一个活动 叫乙物义物 我们平时收到 大量大量的艺术杂志 有很多我们也 因为打 真 能开都不开 看都不看 但奋品真了 你说不要这样 我们就拿到那个地方 我们的红豆花美术馆去 干嘛呢 任何人可以拿自己东西来换 但你只要说 这个东西跟你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拿它来换就行了 就放在这个 红豆花做了一个书架 你自己来换 这是我们的广告招牌 就是 开馆至今 受到全镇上下广大乡亲的大力支持 为回馈兵棚 特配出 以物易物的酬拼活动 即日起 你可以拿任何旧东西或不用的物品 来馆内换艺术书籍画册 包括艺术界 东方艺术 国家美术 雕塑 巴沙艺术 视觉等刊物 任你选取 数量有限 送完为止 这是我们的一个广告 然后来的人出乎意料 呱呱呱呱呱呱 可能两个小时 就换光了 这个小弟弟是第一个来换的 他拿了他一个 好像是一个手机不用的 这个是各种人 我突然觉得艺术在那真有用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 大家不喜欢 至少喜欢这个封面啊 这有一个小妹妹 她刚考起大学 她考的什么呢 考的设计系 她就拿她以前考学之前的画的画 水本的那个写生拿过来 她这个能不能换 当然可以啊 你换了 她干嘛可惜了 画的还挺好的 自己留着吧 我再也不想画画了 我就把这些全部换给你 这是换的各种东西 课本有东西 有东西 然后他们每个人填了一下 我会这个和这个东西 跟我们什么关系 所以艺术其实挺受欢迎的 艺术杂志从来也是挺受欢迎 关键你放哪儿 这个是一个 这个镇上有两个桥 一个桥呢 是一个水泥的桥 一个是一个锁桥 那个水泥桥呢 平常要过车 有时候赶集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那儿 这个镇其实很热 因为它海拔六百多米 那么在海拔 只有在海拔一千米左右的 小镇或者城市 才可能夏天凉快 所以其实晚上 很多人正常都在这两个桥上 一个和风 在那儿 些凉 凉快的 但是它们缺少一个很多凳子 比如说我们是做点什么 但也要跟大家做的不一样 我们有一个整块的木头 这个木头能找到的最长的大概有五米 这个台面就是五米长 五米长 然后做了一个凳子脚 我们准备放在那里呢 放到这儿 两个一层 大家注意看 我们只能放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那边那个腿是短的 短一点的 你要放在那个平面上 这个凳子是会歪倒的 做不了的 所以这个这么长的板凳 只能放在这个桥的这个位置 它才能做 我们当时担心 这个凳子会不会被人偷走啊 还拿了一个锁链 你们看不清楚 把它锁在 两个锁链锁在那个桥墩上 过了三个月回去 锁链被人偷走了 凳子还在 所以这个就是 艺术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我们就说做凳子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就让它 只能放在这个地方 通过你自己的一个考量 当然其实生活 其实比我们更智慧 后来有一个证明说 你不要以为你不得了 我把那边锯的一样平 不是就可以了 他说也对了 也够费力的 平常真的就成了他们 日常在那坐一坐 休息一下呀 想想女朋友啊 等等的地方 好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桥上弄的 这个桥上呢 他们以前做过几个 就是钉死在这个桥上的 有一个问题 就在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桥 那个凳子和那个桥 后面的那个位置 就是固定的 它靠得很近 因为你要钉死 它就靠得很近 很近之后呢 很多人坐着很不舒服 因为需要背啊 你稍微弯一点 然后就抵住了 所以怎么样一个 活动的凳子就很好了 但是如果是活动 可能就被人拿走了 于是我们做了一个 这样的凳子 就是我们就 这是一个空间的 连续的形式 我们本来想做很多 就连续的过去的 就装过去了 但是你可以挪动的 完全可以进出了 是套在上面的一个方式 像这样的形式 这样的方式 一定是在此时此地的现场 此时此地的感受 给了你这种冲动 你站在这儿 你永远不会是这样去想 是这样去做的 这个是一个 可能叫夺夺葵花 像太阳 对大家可能是一个 非常不太清楚的一个概念 这个词其实在 我们受教育的当中 是很明确的指向 就是老毛就是太阳 每个人都是葵花 所以夺夺葵花要像着他 这下才能成 这个每人都清楚 我们之前其实做过 一个简单的调查 就为什么大家刚才看到 我在那个 就是那个移动的家里面 那个堂屋的位置 为什么挂了一条毛子一像呢 老毛的像呢 因为是我们发现在那个镇上 很多人都挂这个 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 很有趣的调查 就是你为什么挂老毛 这个答案 原来有几种 第一 瑰拉是喜欢毛 他是开国领袖 他对人民好 比较崇拜他 第二 画像好看 红光满面 看起来很舒服 第三 八字大 挂他的画可以辟邪 保佑全家 第四 他很出名 第五 感情很深 要纪念他 第六 没什么原因就是喜欢 还有第七就是他们都挂 所以我也挂 这个是就是民间 就是我们要称之为叫做 他已经进入一个 像民间崇拜的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你看 这是烧修机的那种各种 各种毛下 还有一个很嗨的 我就给他一个理由 就是很 很牛逼的当代艺术作品 就是什么呢 我在那儿一个家里 就堂屋里面看见一个老毛 我转一转转一转 哎呦 变成老江 江泽民 再转转转转 哎呦 变成胡锦超 就是那种 大家知道呢 那种像是 这样测一测 那个景就变了 我靠 三位一体啊 这个太棒了 大片广场 就类似那种 我说能不能卖给我 或送给我 我太喜欢了 他不行 我儿子从广东买的 我只有这一个 但那个太棒了 我觉得就是 好 在当时呢 这个阳根镇上 有很多村 他们四面都有大山 其中有一个村 叫桃子村 桃子村是什么呢 是我们其中 就是一个艺术家 以前就生长来了 我们就去那 这桃子村在高山上面 然后因为挖煤 他唯一的矿产之源就是煤 挖了后面 把水源挖断了 就是山上完全没有水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计划 就是把高山移民 所有的农村的农民 全部要移到地面 因为已经没有水源了 空出来了 就是大片的农用地 那么这个地怎么办呢 那个村长有一天就请我们喝酒 因为他知道我们送了几个伟人给那个中学 他就打我们的主意 是不是也送一个东西给他 不行啊 我们就聊天 他就说 我想干嘛呢 我想 我想把这些所有荒的地 租给人 统一来种 种什么呢 种葵花 就是这个向日葵 应该叫 那个葵花 葵花 开花的时候 可以吸引人来照相 鼓游 然后刮籽 还可以卖钱 就是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送我一个什么东西 把我这事盛起来 所以我们当时想 哎呀 好像有个头像 个毛的头像 也是不用的 不会在哪个地方 我送你那个好不好 他太好了 他一拍大头 这叫朵朵葵花像太阳 这就是最好的景区 行 就这么闭吧 然后就跟着他们什么 国土镇的镇所长啊 那些山上 你们的选址 到底哪个点好 哪个地方看得 看得又远 到处视线又好 前后很长的时间 那么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头像是有 是有缘故的 缘故是怎么的 在2012年 中国大陆到处 那个时候就做大学城 那么重庆也不例外 就做一个大学城 这个大学城呢 在那个 叫重庆医科大学 他就做了一个高达 就是说连坐子 大概有二 千斤三十米的一个 这个文学刚的像 这很大 而且这个当时 成为了一个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正好是 博在那个地方 博西兰在重庆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讯号 是法新社 很多国外都转载 这个时候来 竖毛的像 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说老实话 我还真清楚 跟博西兰一点关系没有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学校的老校区 有一个 毛的这个像 于是那个 他们的头 就想到新校区 也做一个这个 做了 但是我看呢 他做得很糟糕 糟糕什么呢 比例不对 我有时候开车过的 这个时候你们看不出来 我开车过的时候 远远就看 嘿 我这哥们挺有才啊 那个医科大学的校长 太有想法了 老校区这个老毛 回不走 新校区做个老 邓小学 他比例不对 他头大 他比例显得小 于是邓小学 我一眼就大 后来就因为这个 肖像的问题 很多人闹得很厉害 一些人就觉得做得不像 害得这个校长下不来台 干嘛呢 又重做了一个头 换上去 然后我们看到左边呢 就是换头的时候 把这个遮起来了 你看 一张很大的 就这个布 把那个遮起来了 就看着很恐怖的 然后那个模具呢 就放在长江边上 再也没人用了 扔在那儿 就像那个 你看 我们就用吊车 把它吊起来 这个有三米五高 就一个头 就有三米五高 然后放在 我们的雕塑工厂 做修补 因为很多人 已经是破洞了 这是他们当地村民 垒的一个基座 就这样垒 他说有什么要求 我说你们想怎么样垒 就怎么样垒 没有任何要求 就我们这样 然后去年的时候 就把这个放上去 这个这么一个 不用的雕塑 放在这么一个现场 变成有用的 其实是很难 里面有很复杂的 一种语境在里面 可惜呢 当他们的镇长和书记呢 争位子 然后做手脚 这个买的葵花种子呢 都有问题 长得很小很小 所以看近年 你看就细细唠唠有几人 这个看着那儿挺壮观的 我在想有一个 我想这里来插一句话 就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 我以前接触到有一些 就是说自由主义者 其实从政治态度上讲 我一定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们就说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 去复活某种 毛西洋有关的东西 你的政治判断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 他的判断是更有问题的事情 因为什么呢 艺术家和社会学家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找不到这点区别 你会让自己 找不到切入别 我就跟他举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他好比一个医生 如果你脸上 比如说女孩都有经验 长得青春痘 挺不好看的 粉刺怎么样 找医生 医生会说 你要那个 什么时候阴阳分表 或者怎么样 我开一几副药 你再拿到这个 支持什么膏 查一查脸上 你的粉刺 你的脸就会消失了 你高兴的 批得批得的回来了 我好了好了 如果你去找艺术家 他会怎么样呢 我这粉刺怎么办呢 艺术家会冲上去捏 把你那个笼给你挤出来 这是他要干的事 他不是医生 他不需要去治疗你 我治不好 我根本不关心事我治好你 或者某种程度上讲 这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会揭示这个东西 把掩藏的后面隐藏的东西 挤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这个是 艺术最重要的一个功用 它的价值所在 而不简单的 做一个社会批判 或者一个人道主义的东西 或者简单的谈信仰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 那么后面接触到一个 就是正在进行的 叫扬灯十二集 因为我前面说到的 就是什么呢 扬灯其这个阵 是一个除了一条河 什么也没有 它没有任何特色 没有任何你能 能够想象到的一种 抒情的视觉资源给你 它自己甚至没有历史 我们谈到的什么 那个叫做 叶狼 是我们查出来的 问当地的真名 真不知道 甚至我问他们 为什么叫扬灯 十有八个都答不上来 后来问了书记 这次我的书记 他可能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这个地方 说明山很陡 就连羊 陕阳很厉害 都爬不上去 都要加个凳子才行 凳 一凳 但还是没有说法 以前是怎么回事 叶狼国之前 他们根本不知道 甚至没有未来 他们也不知道 这个阵以后会怎么样 是会消失呢 会人越来越少呢 还是怎么样 其实在这样一个 没有历史 只有现在 没有未来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做一个 什么事呢 我们要给他一个 新的历史 新的未来 阳灯十二经 这我们编的 有真有假 有他存在的 也有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也有的是 甚至是他们当地人 下编的 我们编的 没关系 所有的 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 所有的历史 其实我们在创造它的历史 比如说半山腰上十人员 阳灯和尚 保健学 水边观音 入苍生 朵朵葵葵花 向太阳 这有的 这也是造的 半顿缺腿珍稀 半顿缺腿珍稀 汗 飞流直下彩虹线 它有一个瀑布 只有这个是 千多万块 气势状 这是自然必行 河中警察 法路难 这是我们下一个计划 还没弄 准备弄一个 那个交警 就是我们经常看 大陆这个地方的 像玻璃大陆 放在河中间 老街新政歌自美 还有梅山佛影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还会不断地改 这个东西 有真有假 有自己的创造 有证明的东西 这个不重要 然后我们会写声 对着这个地方 其实是画效果图 就是你改 你觉得这个地方 该改什么 就改的 有人就加人 没人就 这是很多年没写声 去画 这是它一个飞铺 这是一个艺术家 直接去画 想象着躲躲 葵花像太阳 葵花总完之后的效果 这一个艺术家也挺 没关系 但是你在真实实践是看不到的 他说我希望在这个乡村 有一个巨大的球 等等等等 然后这是 我们希望还没 还在进行 那我们的计划是 当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把每个故事 认真的编出来 然后在镇上做一个展览 请大家选 不管真假 选出来为准 绝对与票数为准 选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做成明信片 发回到乡里面 放 我们随便卖 送给他们卖 这可能就是历史 一个没有东西 我们去做这样的事 好玩吗 就好玩了 这个也是 它很快一两年 它自然的河岸就消失了 就被水泥硬化 非常的深密 但没什么 我们就要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现实 它给你的刺激 永远超越你的想象 好 我们说我们能干什么 这样一个河岸里面 到处都是碎的玻璃渣子 还有证明的一些垃圾的习惯 也是往那儿放的 好 那天就瞎走 就走在 走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就正在那儿 晒辣椒 当时我们就说 这有可能 最有可能就是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大家 晒玉米 晒辣椒 晒各种东西的地方 因为这么宽一个河岸 没有人认识 我们当时立马跟他一块 我说我们来 表现垃圾晒成一个形状 我们就认认真地 摆成了一个圆形 其实这是很有感受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他笑 他自始至终 自始至终在笑 在笑什么呢 就是他觉得这事情太好玩了 我们不用跟他讲什么是艺术 不重要 他已经感受到这个 这么一个正元的垃圾 带给他的快乐 后来我们就一个方案就是在河岸上 你们小吃块 看各种形状 然后给他们贴上了一个广告 如果你们晒辣椒 或者晒玉米 按照这个形状晒出来 拍了照寄给我们 我们会一小礼物 这远处 他当时晒辣椒是这样的 今后他可能就这样 自己晒 现在已经在看 在欠了一个小吃块 其实是最低成本 几乎没有技术 也不需要什么东西 但是他会在某个阶段 比如说每年的七八月份 这河岸会 各种形状被盖了 甚至有可能 你们愿意画一些形状 我们都可以去做 好了 这个是什么呢 后来在学校 有一个国际艺术的工作坊 他们因为 学校很多人了解杨登的情况 就说杨登作为一个 要参与一下 但最后要做一个作品 作品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作品我们就请了 杨登的书记 直接来发了一个言 就发了一个言 当时他们觉得 你这是一个态度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态度很复杂 我想表达清楚 我觉得这里 我一定要说清楚这一点 请他来发言 不是代表 他介入了艺术的系统 或者是说 艺术的系统接纳了他 而是告诉大家 一个更重要的 他和这个系统 是并行和并生的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而不是一个系统里面 一个我们归纳的 什么叫艺术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发言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个 所有的还在进行 我们还有很多在 不断的思考当中 但是这个项目 最重要的一点 一个是在地 一个是只能发生 第二个就是希望 真正的建立艺术 与生活的连续性 其中来探讨 针对艺术体制的 很多的一些追问 包括和生活之间的 一种关系 希望这些案例和经验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